11月5日 位于印尼万龙德卡罗尔车站之4号两场之间的 亚万高铁试验段线影片电锁 接触网及相关设备完成安装调试 接触网一次和扎送便成功 实现代电运行 这标志着亚万高铁试验段具备了动车组上显运行条件 那么看到亚万高铁代电式运行后 印尼的网友都会说些什么呢 以下内容摘自有管 仅供参考 第一位叫欧菲可以搭亚的的印尼网友说 在北京坐过类似的火车 速度每小时300公里但仍然稳定 简直不敢相信印度尼西亚有快车 真是太酷了 第二位叫摩斯塔克K-1的网友说 难以置信 未来印尼成为发达国家不是梦 第三位叫A-1MVD的网友说 真的很酷 颜色也是红白相见 像喷气式飞机 第四位叫U-R的网友说 印度尼西亚正在进步 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为印度尼西亚的进步而努力 第五位叫安斯艾的网友说 据说超级大国的美国都还没有动车 印尼这个发展中国家居然已经有了 真的很神奇 第六位叫N-S-I-E的网友说 我为基础设施的发展感到自豪 但我非常关心小社区的经济 好担心什么成本 什么都贵 没地方住的人太多了 一位叫Sola Kimi的网友回答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印度尼西亚永远不会发展出更好的交通方式 看看中国 过去很穷 失业很多 但是随着他们建设现代化和良好的交通 现在再看中国 他们已经可以研制出飞机 甚至已经成为高铁第一的国家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和美国不相上下了 所以让我们提前考虑 不只是现在 有了这辆快车 以后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工作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所以这将提高社区的经济水平 事业人数会减少 让我们看看积极的一面 第七位叫DASM的网友说 火车快弹距离太短 如果从雅加达到四水 可能会更有效 因为如果费用昂贵 人们就会选择乘坐公共汽车 或自己的车辆 第八位叫Uman Earth的网友说 希望越过铁轨的汽车和摩托车 司机始终遵守标志 这样就不会发生火车撞到 过往的摩托车和汽车的事故 第九位叫DD的网友说 过去我们的国家被周边国家甩在后面 现在我们在前面 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国家现在有快车 即使它曾经落后这么多 第十位叫MMN的网友说 非常漂亮的火车 恭喜印度尼西亚 有一个问题 我去过日本和中国 坐过高铁 铁路两侧不允许行人和动物通过 如果在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下发生碰撞 它就像飞机一道鸟 不知印尼能否管理好这个问题 以上就是印尼网友看到 雅万高铁带电运行后的一些评论 雅万高铁试验段接触网送电视 综合检测列车上线运行前的一个重要工序 也是对试验段通信 信号 电力供电 牵引供电等四电工程的一次综合检验 雅万高铁四电工程按照中国技术标准进行设计 全部采用中国设备 简统化接触网 27.5千伏变压器等牵引供电关键设备 均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制造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龙 全长1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建成后 雅加达到万龙的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